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不想BB的视频呢 既不讲器材也不讲实拍 那讲一下我的老本行怎么写程序 那为什么今天要出这期节目呢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动态呢 是我5月12号发布的一个动态 大概内容就是我们这个2.2同学呢 有私信问我说他在YouTube上呢 看到这样的一个频道啊 就是你可以看到是我的在B站的这个名字 包括我的这个logo 然后我所有的视频 他想问我这个频道是不是我传到B站上 虽然说我自己有YouTube的频道 但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海外的用户 看中文的节目没那么多嘛 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在YouTube上 把我所有的视频传上去 那我就跟他讲这个频道 他就是盗版的 就整体把我的视频全部搬运过去了 问题是什么呢 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频道 有接近300个视频 然后呢他这边这个频道 是整体搬运过去了 所以你想想我300个视频 每一个都这么点 我肯定要死了 那我做一个程序员 本能上就会想要 希望写一个程序来批量 帮我进行举报 所以呢今天我们这期视频呢 就来讲一下这个事情 不过呢因为这个频道啊 因为我之前在写这个程序的时候 去做这个测试嘛 就已经举报过两次 结果直接就把这个频道给干掉了 然后我现在在YouTube上面 搜索不了这个频道 你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完全搜索不了了 所以呢就没有办法 那我们就暂时以顾俊老师的这个频道啊 假装是我的频道 然后我们可以来讲一下 整个的这个举报的流程啊 反正顾俊老师不会因为 我举报他的频道而 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怎么搞 首先呢我们在举报之前呢 肯定是要找到 被举报的视频的网址 和想要举报的视频的网址 那么就是比如我们顾俊老师 在YouTube上频道的这些视频的这个网址 我们要拿到 同时在这个版圈的网址 所有者的网址也要都拿到 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程序呢 就是来做这个事情的 那其实大家如果学过 比如说web开发的话 应该都知道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网页啊 其实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代码组成的 如果你在这边点击右键 这边有个检查 那你就可以弹出来一个 相当于开发者的一个界面吧 这个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 所有这个界面上的一些代码都在这边 你甚至可以直接修改你界面上的所有的信息 比如说改成顾俊玉 好你可以看到这个网页上这个title就变化了 就是因为它这个东西都是公开的圆码的啊 你随便是可以改的 那么我们怎么去来 比如说获得这个页面上所有的视频的链接和地址呢 其实就是通过一个叫query cssquery的东西就可以找到 那我们怎么找呢 点选这个搜索元素的功能 它就可以选择当前的这个元素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出来 当我鼠标放在这个元素上的时候 这个浏览器就会有一个外框 就会告诉你这个元素大概是什么样的区域 那我们就知道 在这个元素的区域下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是一个listli 然后下面它有个class是fake弹幕-item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信息来查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写起来非常的简单 就是在这边有一个dollar符号 就是美元的dollar符号 口号 然后我们可以首先查找到所有的class 就是fake弹幕我们复制过来 然后class的话要在前面加一个点 我们现在查的话 你可以看到可以查询到非常多的东西 但是我们要做一个限定 应该是用两个dollar查出来一个数组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一个数组的话 就是有60个 那这页的视频应该就是有60个吧 好 那我们现在找到的是外面的这个 但是我们要找里面的有用的东西 一个就是我们当前这个视频的链接 你可以看到是在这个项目下面有一个a 它就是一个链接 链接它的href的话 就是这个视频的aol 就是链接的地址 然后它的属性title就是这个视频的标题 所以我们在找的时候 我们在后方加一个a 它可以看到这边class的这个title ok 我们现在是找到这个title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转换 a return 一个是title 是吧 title的话我们怎么拿 就是a的title 试一下啊 然后link是a的href 看看有拿到吗 ok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些数据筛选过来了 视频的标题以及视频的这个link的地址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取所有你想要举报这些视频的一个原的地址 因为我们要填这些地址 然后告诉youtube说我这个视频原来是发在我在b站上这个地址 那我这边写个代码直接过来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把所有的数据都输出过来了 然后这些就是纯的json格式的数据 那我们可以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到另外一个地方之后会用 那我们现在在找youtube上面的这个链接的地址 那么在youtube频道下面有一个视频 在这里面的话你也可以看到是跟刚刚b站一样 就是都是这种视频的一个列表 我们也是可以右键点击检查 好多错误了 然后我们也是可以分析这个视频它的一些内容 可以看到的话 它也是像一个列表一样的东西 在这边我们可以找到看一下 在这反正是一个这么大一块的东西 那么具体的每一个视频的链接的话 我们先把外面的这个元素 大家可以找一下这个东西叫ytd item section render 这个东西好 那我们OK 我们现在可以找到9个 它应该是有9个大的东西 然后我们再找里面的项目 也是找到里面这个A 大家可以看到class是video render 我们看一下找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2000多个 那可能不太对吧 我们找这个title好吧 这个title的话要用这个警号键title 然后videotitle 就是a.atriff OK大家现在也看到我们已经把所有YouTube的侵权的这个网址 以及它的视频的标题都给提取出来了 当然我这边已经写好了一个数据 然后我们直接copy 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些数据了 然后把这个数据复制粘贴一下 OK 那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走这个举报的流程了 我们一般是怎么举报呢 就是在简介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右下方这边有一个小旗子 这边有个举报用户 假冒他人举报 看看其他问题 版权问题 提交版权投诉 好 那我们现在进入的这个页面 就是一个投诉的网页 那怎么投诉呢 在这边点击侵犯版权 然后侵犯的是我本人 它这边是可以添加10个版权的链接的 做的这个程序最主要的目标 就是不想去一个一个去填这个网址 那如果正常情况下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需要把某一个侵犬的链接 比如说富士XT30 我们最近发布的这个链接的地址 给它复制过来 应该是这一个 然后比如说他会在边查找视频所有权 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标题 然后他侵犯了我的视频 但是不是来自于YouTube 所以要点这个东西 然后视频的原标题 然后我们再把哔哩哔哩上面的 那个标题给它复制过来 OK 然后如果有视频链接的话 再把视频的链接再贴过来 OK 然后该视频出现在什么位置 整个视频 这样的话我就相当于填好了 一个举报的信息 但是你可以看到下面的话 你需要一个一个去点去添加 作为程序员 肯定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的 所以我就去写了一个程序来 自动的帮我去把这些信息给填了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填这个东西 实际上它这个代码还挺复杂的 因为刚刚我们说过的 它涉及到就是我点了以后 它这个东西它不是立刻反映的 所以需要等它 等它把YouTube这边运行一段以后 或者是这个选项点击 趁着以后 它才会去跳出来其他的内容 所以这个代码 就是要把这些 这个页面上的空间的内容 都给处理掉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反正挺复杂的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就是大概这样一个 很长的一个列表 前面都是一些辅助的函数 那后边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这边有 Bilibili的这个视频的列表 然后下方有这个YouTube的视频的列表 那在最后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所有的代码 就是操作页面上的空间的 就首先 它先去YouTube的list去查找 看能不能在这个Bilibili的list 去找到我当前的这个标题 如果没有找到的话 就发出一个错误 如果有找到的话 它就会依次的去执行一些步骤 那首先你可以看到 也是用我们之前 这个查找的方式 查找的这个空间 然后把这个空间的value video url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在videoinfo div下面的 有一个video url 就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东西在videoinfo DIV 它是当前这个DIV 就是一个项目块 下面这个就是另外一个DIV 在这个块里面有一个input input就是一个文本框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文本框 然后设置它的value 就可以把网址给填进去 然后在下方选择issue tape 就是这个框 这个东西叫issue tape 然后我要选择 它的这个value.x value.x就是我的视频 但是不是来自YouTube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option的话 value是x 所以我直接设置这valuex 然后剩下的话 就是把bilibili的信息给填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 然后接着就执行剩下的一个填表的步骤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能不能执行 把这个代码执行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界面上是自动的 去来帮我选择这个空间 看到吗 我的手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它就可以自动的帮我把这些空间 把这些信息全部都填进去 因为它这个视频最多只能够添加10个 所以我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代码 这边有一个10个的限制 所以假如说我有300个视频 我肯定要填30次了 当然这个东西是自动跑的 所以其实无所谓 但是因为我之前写这个程序 只跑了两次 就举报了20个视频 结果它整个频道都划掉了 所以我相信应该是 你大概只投诉20个视频 差不多这个频道 就可能被YouTube认定为 它是一个版权的侵犯者 就会直接把这个频道整个给干掉 你可以看到下方这边 你已达到每个投诉的视频数量上限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not found 就是not found 就说明它没有找到B站的地址 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顾俊老师 他的头的B站的视频的标题 和YouTube的视频的标题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修正一下标题信息 看看到底是咋回事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B站的视频标题 再找一下YouTube上面的视频标题 大家看一下有什么区别 因为有时候它有一些盗版的频道 它可能会更改一些视频的标题 所以你这样去匹配的时候 就匹配过来 看起来的话 应该是前面加了这样的一个口号 那我们这个代码就要稍微改一下 就是要把前面的一个方口号的内容给加进去 大家重新刷新一下 然后如果你还想执行刚刚的代码的话 只要按上就可以了 它就会把刚刚所有的代码 全都加的过来 然后我们在这边 只需要把这个匹配标题的内容改一下 就说因为是B站的视频 有多加这个一个标题嘛 所以说我们要在YouTube的视频这边 加一个这个前面的标题 OK我们再跑一下 看有三个标题没有找到 我这边只有HREF 所以它这边都没有找到 这个代码有点问题 我们改一下 就是这边MyList的话 有个Title有个HREF 那我们可以把后面这个代码改一下 BiliBili这边应该是Found 按Found的HREF 然后这边的 因为它是整个的链接了 就不需要我去拼内容了 好 我们再重新执行一下 这会应该可以吧 写程序嘛 就是这种 就经常会一些什么小问题 改来改去 程序员天天的工作 就是做这个事情嘛 好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B站的视频 已经被自动的填进去了 当然也有些视频可能找不到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标题不匹配 没有关系 你找到这个视频链接没有的 直接去找一下填一下就可以了 OK 那下方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填一下你的一些信息 然后再到下方点击这些东西 然后写上你的名称 然后提交投诉就可以了 之后呢 你会在你的邮箱里 收到这样的一个邮件 举报的这个地址 它会把刚刚你所有填进去的东西 都给发给你 然后如果举报成功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感谢您通知我们 相关内容已经删除了 就OK了 这个就整个举报的过程就完成了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因为我之前关于举报的问题 我咨询过B站的编辑 他们其实对于自己站内的视频侵权 是有管辖权的 但是如果你是别的平台的内容 相互重复的话 他们是很难帮助你处理的 所以只有我们up主自己去别的平台 去填这些内容 然后来处理这种举报的信息 但是如果之后 可能大家都有这种版权的意识的话 我也会为各位up主 专门出一个相互举报的平台 假如说你可能是B站的视频 侵权了其他平台 你想要往B站这边举报的话 也可能会写一个专门 在B站这边举报的批量处理的程序 当然我估计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人找我 反正有需要的话 可以跟我讲 到时候我可以帮大家处理一下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 应该都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 不过没关系 反正我这个讲程序的节目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能看得懂 好 就这样了 拜拜